为什么说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那是哈尔滨行动中最特殊的名战 因为这儿啊 你将看到当年日本人所犯的滔天罪行 他们呢 曾把中国人固定在高温干燥的烤箱里 经过长达15小时的空烤 得出了人体含水量78%的结论 他们呢 也曾将中国人囚禁起来浑浑饿死 因此得出了人在只喝水不吃饭的情况下 最多能活60天的结论 他们呢还做过母爱实验 把一对母子关在一起 通过不断加笔板 看看最后母亲会不会选择 把自己的孩子踩在脚下 可以说呀 在731的实验报告中 每一条冰准的数据背后 对应的都是成百上千的中国人生命啊 而除了这些人体实验 731部队还曾大规模的 用中国人的生命研发细菌武器 他们把混合着鼠疫或乱 碳菌病菌的药剂注射到中国人体内 亲眼看着中国人发热呕吐皮肤溃烂 而且为了能得到最真实的数据 他们还会对感染后的中国人 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构 然后再用这些数据去研发细菌弹 投放到中国的各地 但时至今日 手上沾满了中国人 现在就是731部队成员 却没有一个被审判 更没有因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 有过一丝丝的忏悔 甚至在731部队的罪证陈列馆中 咱们还能看到 当年参与人体实验的鬼子军官 笑着接受采访的录像 以及每一个参与实验的鬼子 亲手写下来的罪证 就连主犯石井四郎 也因为在日本战败之后 亲手把731部队的全部实验出去 送给了美国 最终才免于起诉 但这段历史我们不会忘记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游客 在731遗址门口排起了长队 准备亲眼目睹这段残酷的历史 而且最让人感动的是 走进厂馆内的人 无一例外都保持着安静 然后如果你因为错过了部分细节 想再回去看一次的话 那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说 要往前走 莫走回头路 直到快走到门口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段 被黑暗笼罩的上坡路 两侧是刻意站翻 共词的大理石墙 而路的尽头呢 则是充满希望的光 是啊 为了那些走不出去的人 咱们要往前走 为了那些曾经遭受苦难的人 咱们要站起来 五倍当自强 我们会永远铭记这个历史 也会携手去开创 更美好的未来